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婚 法律又该如何界定 买卖尸体这个行为肯定是违法的 陋习引发的官司 法在身边正在讲述 江师傅前前后后忙了七天时间 把妹妹安葬了 也算是尽了作为哥哥的这份心了 谁知三个月之后 竟然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原来是自己的亲外甥 要求他返还母亲的遗体 收到法院传票后的江师傅十分不解 因为妹妹离异多年 孩子还小 才十四岁 于是他就操办起了妹妹的后事 这期间外甥也全程参与了 可为什么过了三个月 外甥又要起诉他呢 因为江师傅的外甥 在外地上寄宿制学校 自从江师傅被外甥起诉之后 他也少有机会和外甥 就这件事情协商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亲外甥要起诉自己的舅舅呢 江师傅说 这一切还得从十几年前开始说起 江师傅回忆 大概在十五年前 妹妹和前夫离了婚 当时妹妹三十八岁 没过多久 家里人就听妹妹说 自己怀孕了 离了婚 这个就是当年或者是过了一年 他就生了一个孩子 也不知道是谁的 我们也不知道 问他 他绝对不会说 这个待会那人呢 要我们理解 也许就是他的前的 以前的丈夫 江师傅说 妹妹离婚后 把孩子生了下来 他们家里并没有反对 可没过多久 就听到了县城里 传来的一些风言风语 有时候 我们县城也小一点 分言分语的 我们也知道一点 最后呢 就是说 那个老汉 有时候呢 也接一下孩子 我们也能听到 闲言碎语 好像我们挺尴尬 我们尴尬 我们就说 那些都是成年人 我们也不好说什么 行当过分言分语 但是具体咋回事 我们无暇顾计它 背了多少白眼 找了多少人骂 觉得这个事挺 丢人的 江师傅说 妹妹先是离了婚 后来呢 又生了孩子 可没想到 大家竟然说 这个孩子的亲生父亲 另有其人 江师傅的家人 听到了这样的传言 有点将信将疑的 但妹妹含糊其词 也不解释 江师傅听闻 妹妹离婚之后呢 相处的这名男子 姓楠 当时的年龄 大概是57岁 比妹妹整整大了19岁 更让他们难以接受的是 男师傅当时 可是有家庭的 就是说和他火的一样 也没有 你说 也没有领着 他没有领着 在这中间 也就有原配 儿女子孙满堂 这个人跟他年龄差多 坐20岁坐6 就是他妈妈管的 我们几乎没有管过 交流都很少 据江师傅的姐姐说 妹妹一直都是 自己管孩子 也没有再婚 他们也曾听说 男师傅 偶尔会去看看孩子 直到一年多以前 江师傅的妹妹 突然患病 江师傅以家 和妹妹的联系 才再次频繁了起来 他就感受到腿疼 感受到腿疼 有点肿 这样就在咱们 县医院检查了一下 县医院说的 你这个药物感受到省城 你到省城 复查一下 我检查出来 确诊 就是她的肺癌 江师傅说 妹妹的病 来得十分突然 在妹妹住院期间 大多是她和姐姐 在陪护 直到江师傅的妹妹 住院半年后 南师傅来到了医院 这个老头 他雇了一个护工 也算是一个护工 这很主要就是 送饭和吃饭 让江师傅一家 感到意外的是 妹妹生病住院 这个名不正 言不顺的男朋友 竟然也来到医院帮忙 双方见面 气氛有些尴尬 花了六十万 才能处理 早日一部分 等于花了四十几万 南师傅也承认 他的确和江师傅的妹妹 是同居关系 南师傅回忆 十多年前 一次偶然的集会 他和江师傅的妹妹相识 后来两个人就有了来往 他一直都有自己的家庭 和妻子育有两个孩子 孩子们现在都已经成家了 男师傅说 因为他和江师傅的妹妹 无法领取结婚证 所以这个孩子 属于他们二人的 非婚生子女 孩子的户口 就上到了母亲名下 那么男师傅的行为 是否涉嫌重婚呢 按照我国法律 所定义的 事实上的重婚是指 前已婚姻未解除 又与他人 以夫妻名义或关系 共同生活 虽未办理 结婚登记手续 但事实上 已经构成重婚 南师傅解释 他并未 与江师傅的妹妹 以夫妻名义 共同生活 但是南师傅 背叛家庭 毅然是错 导致两个家庭 都受到了伤害 而且对孩子 也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南师傅 在有家庭的情况之下 和江师傅的妹妹 来往密切 并且还生育了孩子 这样的错误行为 对孩子和家庭 都是莫大的伤害 两个人之间的 这个关系呢 也一度受到了 大家的欠责 这样的状况 一直持续了14年 直到江师傅的妹妹 生病住院 去年4月份 江师傅妹妹的病情 突然加重 于是呢 就妹妹的后事 江师傅和南师傅之间呢 也曾经商量过 去世突然 家人处置遗体 发生纠纷 孩子他舅舅 他这个 他每次买出去 9万块钱 他每次买了 所要母亲遗体 舅舅竟称 没得商量 这个事情 你才是反悔 你这个事不能反悔 反正一心一会 他说真不好 真不好 你再说这个事情 你绝对没有 没有一点人 少许学习的问题 陆席 引发的官司 发在身边 正在讲述 去年4月份 江师傅妹妹的病情 突然加重 家人把妹妹 接回老家保守治疗 去年4月10号 江师傅的妹妹 因病去世 当时年仅51岁 本来江师傅打算 让妹妹写一份遗嘱 可谁承想 妹妹突然陷入昏迷 根本没来得及 交代什么 江师傅说 妹妹去世之后 外甥曾经提出过火葬 但是他们还是建议土葬 最终 也是按照土葬 办理了妹妹的后事 由于江师傅的外甥 还未成年 加上江师傅的父母已故 所以 打理妹妹的后事 就落到了江师傅身上 这都应该 这很旁贷 因为它是特殊家庭 它要是正常家庭 应用我们 江师傅说 对于妹妹的后事 怎样处置 他和外甥也商量过 一开始 外甥都是同意的 可为何如今 外甥有了意义呢 男师傅说 那是因为 江师傅妹妹的遗体 被江师傅给卖了 孩子他救救 他每次买出去 九万块钱买 让妹子买了 江师傅的妹妹去世之后 男师傅就听江师傅说过 要给妹妹配音婚 我们就计划配音 说实在话 因为我们这儿 当天风俗 就是这个风俗习惯 不是跟当时抱的 一个太多事 因为咱们都算 我们有别的想法 江师傅说 因为妹妹去世前 一直没有再婚 所以去世之后 当地就有些人 打来了电话 我们有当时 就说不在的时候 当地风俗 提的人挺多 都朝这个姓 说家就说了 也有四五家 他就跟我和我弟弟说 如果我要是 真的不在了 要是没有 没有合适的音婚 就是说就不说了 要是有合适的 我哥当家 你参考个意见 我说行 根据民法典 第1007条 禁止以任何形式 买卖人体细胞 人体组织 人体器官 遗体 而且配音婚 是一种陋习 但江师傅 最终还是以九万元的价格 给妹妹配了音婚 我们有孤单一人 我们这儿 一般就死后 一般人家在乘房乘队 这个能考虑到后面的祭奠 我们让你看 亲民七月十五 十月一 还过年 这个论文都要烧 当时给 他们给钱了吗 对 那边当初人家给了九万块钱 你觉得处置妹妹的尸体 是 孩子 是由你们处置了 孩子 孩子你说未成年 他能懂吗 这种行为是 我们违反的 不知道 民间 我们 已经构成了这个买卖尸体了 是吗 他掏了钱 你们把尸体给他们带 那是民间 我们买卖 我们没要 江师傅的姐姐说 妹妹去世之后 当地的一位姓任的师傅 联系了他们 说呢 想把妹妹的遗体啊 埋葬在他家的坟地当中 双方经过协商 谈妥了 以九万元的价格 把妹妹的遗体拉走 之后我们的记者呢 也电话联系了这位任师傅 那我不想面对这个师傅 任师傅对于此事 一直避而不谈 这时江师傅说 任师傅给他的九万元钱 早已不在他手中了 这个姓男的和这些谁 我外甥子全部知道 最后就事情处理完 第三天的时候 给了我的外甥子和姓男的这个 这个钱给他放到桌子上 当时 江师傅的外甥 收下了这九万元钱 可过了一个多月 江师傅收到了外甥 发来的这样的信息 对于外甥提出的这个要求 江师傅没有答应 过了一段时间 外甥再次提出类似请求 江师傅依旧没有答应 去年八月份 江师傅突然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14岁的外甥 在监护人男师傅的陪同下 把江师傅起诉了 从去年八月份法院立案 至今已经开过三次提 但该案件一直没有宣判 期间 几方协商过多次 最后一次 似乎有了一致意见 我认识他舅舅 对我的钱全行为 造成的 男人要问你要十八万了 这是什么 对对对对 是咋调节的 咋目的是要人的 人家总是花了钱的 包着一种 事情办的 对我这么钱 钱都办的 事不是个小的 不是大事 忽略忽略 这些要求 男师傅说 他和任师傅 最终协商的结果是 他花十八万元 将江师傅妹妹的遗体拉走 但最终能否实施 还没确定 在这件事情当中 其实江师傅和任师傅 双方都已经涉嫌违法 如果男师傅和任师傅 再次达成协议 那么男师傅的行为 也会涉嫌违法 如今 江师傅妹妹的遗体 在任师傅这边 而江师傅的外甥 和男师傅 又在争取死者的遗体 那么这样的局面 又该如何破解呢 废婚生子 谁又是他的监护人 完全可以打他的监护人 他这个 他一个人品就不好 他能教育他完 他七十多了 他能管理他完 死者遗产怎么分 娘家人心有担忧 把他死亡 按赞金 还得还四十个月的工资 那就把他也赔到十几万 最不得了 就是新男生 全不败 现在都拿到说 报线不行 那应该是不行 陆席引发的官司 他在身边 正在讲述 在江师傅看来 男师傅是有家庭的 将来的后事 也应该另有安排 所以男师傅 现在想要回 妹妹遗体的行为 他是想不通的 我也不可理解 你也有人 你既然 你这堂堂成的一家人 我就不知道他要怎么办 现在要说 不管继承 或者我们每个所有权的处理 都应该是植住亲属 我和我姐才有直接关系 你监控人都不行 现在已经入土铁 死者为大了 你现在搞这种反悔 问问 是吧 我和回要个妈 你去就没了 你要你妈怎么办 我还死下来 不行 一直跟他说 我一直劝 劝不下 孩子要有的 现在你自己自己是小孩子 小孩子一见 前面那 记得那 不能活着 不能活着 一定不能活着 那一定可能难了 这个一年了 找个地方 现在不能跟问问问问问问问 这是个议题的处理 他这么处理 我是受医人 我是受害人 孩子是受害人 他们也是受害人 他们不应该这样 男师傅说 孩子多次和他说过 母亲的遗体 被舅舅配了 因婚十分不妥 想要回母亲的遗体 重新下葬 所以他也尊重孩子的意见 帮助孩子来打这场官司 对于男师傅这样的做法 男师傅的家里人 十分生气 这就是我这个父亲 是个脑子竟然碎了 我非常生气 这个父母亲 对你哥 对你哥这个家庭 造成这个损失影响非常大 人家那边有家 人家能不能买两号 买两号 跟他没关系 所以我这两天 我才做孩子的工作 我放弃 他不要 他有点十八万 你存在一米钱 我这老家 怎么把钱 你不要花钱 谁都不知道 男师傅这么做是为了什么 但男师傅自己解释 是为了孩子 江师傅说 男师傅在妹妹去世后不久 就公证了自己对外甥的 监护人资格 他认为男师傅这么做 没有道理 我说他可是解放 又不害怕又不害怕 我和我姐子直属亲戚 完全可以打他的监护人 他这个 他一个人品就不好 他能教育好 他七十多了 他能管理到 江师傅一家觉得 妹妹去世之后 他们作为亲属 就应该成为孩子的法定监护人 但是孩子的生父还在世 江师傅一家的要求 合理吗 我中的一个人 罗爪 一个人管 江洪三社 我和江瑞沟通少 我没法管 那接受上来 那点那不管 那谁管 你十四个人 江洪三社 管理 所以自己就没管起来 我绝对不会管 任何事我都不会管 因为我也管不了 我没有能力管 他有什么资格兼顾这个娃 那不是社区也可以管呀 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南师傅在去年四月份 先去居住的社区 申请了孩子的监护资格 拿上社区开的证明 又去当地公证处 进行了公证 随后 帮助孩子去法院起诉 目前该案件 正在进一步审理过程当中 除此之外 因为江师傅的妹妹 去世之后还有遗产 这也成了江师傅 所担心的事情 他死后 安三星 他在40个月的公司 把他演员到十几万 最后到了 这些新男人的全部外力 现在都拿到说 抱歉不行 那应该是不行 只要对孩子 好 给到孩子从上面 我们没有什么意义 目前 几方争议的地方 除了江师傅妹妹 遗体的归属 还有男师傅的监护资格 以及江师傅妹妹的 遗产问题 关于这一系列问题 接下来 让我们连线赵佳佳律师 请她为我们进行解读 一般来说 处理死者的后事 是由她的近亲属来处理的 但是本案中 江师傅这个妹妹 父母已故 孩子还年幼 又没有配偶 这种情况下 由江师傅来处理 作为她的兄长 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其次呢 根据我国殡葬管理条例的规定 在人口周密交通便利的地区 是应当实行火葬的 暂时不具备实行火葬的区域 也允许突葬 最后呢 买卖尸体这个行为 肯定是违法的 报案中呢 江师傅收了这九万 然后把尸体交给了任师傅一家 这其实就是一个尸体买卖的行为 它是违法的 并且呢 男师傅和这个孩子 也全程参与了 孩子最终还收了这九万块钱 同样也是违法的 那么现在呢 假设说 男师傅再支付十八万 给任师傅 把尸体领回来 这个行为呢 就有可能构成 新一轮的尸体买卖 同样是违法的 好的 赵律师 还有啊 江师傅的妹妹已经去世了 而男师傅目前啊 有没有孩子的这个监护资格呢 根据国民法典的规定呢 未成年子女的父母是他的监护人 也就是说 如果男师傅是这个孩子的生父 那就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 所以现在呢 就需要男师傅和孩子去做一份亲子鉴定 确认他们存在亲子关系 那么男师傅就成为了孩子的监护人了 好 赵律师 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江师傅妹妹的遗产啊 哪些人有权利继承呢 本案中这些款将呢 要分为两部分来看 一部分呢 是这个江师傅的妹妹 她生前的个人财产 这些在她死后呢 就属于遗产 遗产呢 在没有留下遗嘱的情况下 是适用法令继承的 由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来继承 也就是配偶 子女 父母 那么在本案中呢 就只有一个儿子 也就是儿子 有权继承他的遗产 第二部分呢 是单位给的 比如三档费和抚恤金等等 这部分呢 本来就是赔偿给家属的 所以是不适用遗产的 那一套继承的规则的 三档费呢 是由谁支出 就实际给谁 那抚恤金这些呢 也是按照配偶子女 父母这个范围 就优先去分配给他们的 现在呢 其实也就是剩下儿子这一个了 我们呀 重新回顾一下 今天的这个案例 首先 江师傅的妹妹和男师傅 当初在一起 这就是一个错误 正是这种错误的行为 才导致了如今这样的局面 其次 退阴婚 这不仅是对死者的大不敬 也是我们文明社会里的半角色 这种封建迷信行为 早就应该予以杜绝 接下来呢 进入今天的律师 快文快答 买售人可以要求开发商支付 逾期交房违约金 逾期交房违约金的具体金额 需要根据双方签订的商品牌买卖合同 来具体确定 村里一个企业 在施工过程中把我家 位于工地里的祖坟完了 已经半年了不给处理 我能起诉吗 如果施工单位有合法的真谛 拆迁手续 而且支付了相应的补偿款 那么施工行为合法 否则 擅自损毁赌坟 应该承担相应的非常责任 具体要看合同的约定 如果合同约定三个月不回本 全额退还5万元 那么 可以要求 品牌方退还5万元 如果合同没有这方面的约定 要看品牌方收取加盟费后 是否全面履行了相应的义务 如果品牌方根本违约 那么 可以起诉请求 要求解除合同 全额退还5万元